要说到中国最让人放心的项目,相信很多人会想到乒乓球,中国乒乓球在亚洲,乃至世界都上都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。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,这的个项目比乒乓球还要的,那就是中国跳水梦之队,亚运会在场上没有人能够击败的王者。 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,跳水项目总共有十枚奖牌,中国跳水队没有任何悬念,拿到了这十枚金牌,很多网友甚至调侃道,这样的比赛太没有悬念了,甚至连结果都不用看。 本届亚运会所有的跳水项目,中国队可以说是从第一条开始,就确立了领先优势,慢慢的会完成套圈,最后会议绝对的领先优势拿到金牌,其他国家的选手也就是蒸蒸银牌和铜牌了。 还有很多人都是以欣赏的心态来看比赛,相信还有很多人是想看看有没有炸鱼的。 亚运会是1951年正式开始,截止到目前为止,已经进行了18届,而跳水是在1974年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生正式比赛项目。 从德黑兰亚运会开始,中国跳水队就开始了自己的孤独之旅,从1974年开始到2018年,44年的时间里,中国跳水队从没有让对手拿过一枚金牌。 12届亚运会,中国跳水梦之队拿到了全部的80枚金牌,也有网友说道,中国跳水梦之队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,可能有人会问乒乓球项目丢过吗? 安静了说,在2006年多号亚运会上,中国乒乓球就丢掉了一枚金牌,买双项目上夺的银牌。 在2014年人穿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上中国队无援四强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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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